啊 怎么了 陈墨家我好友了 这样我就能知道她行程了 是否定人家对你没意思了 你知道曝光效应吗 不知道 只要我总是出现在她面前的话 她对我的印象就会加深 喜欢我的几率就会变得更大 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曝光效应 嗯 你怎么嫌到她微信的 打得不错 叫我微信 要把 下次月球 你牛 这都能记住 明天晨跑有人一起吗 我的计划开始了 没事吧 诶 是你啊 好巧啊 一起跑吧 好 同学聚会非要带家属 我上哪去捡一个啊 大晚上的 你要去哪 要不要跟我走 你每次掐时间还掐得挺准的 是看了我朋友圈 知道我行程了吧 不是 我其实 我也 你加下我微信宝 186666 下次月球 陈墨 你乱七八糟 你乱七八糟说什么呢 我怎么让自己放得下 我数着把伤食之差 忘了自己孤单多久了 羡慕和你同城 每个陌生圈 而你会有我 想起我 明天晨跑 有人一起吗 同学聚会非要带家属 我上哪去捡一个啊 每一次想起你 都想你难的硬啊 快过缘分太沉促吗 我们当时不懂珍惜吗 我们分手吧 好 这是我第三次 说分手 你真人跟照片 感觉不一样啊 你 一直是我照片吗 不是啊 真人更阳光一点 谢谢你送我回家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我也是 但是我还是拼命 就我女朋友吧 好啊 可是会不会快了点 一见钟情 也不是不可以 那一刻 我以为我遇到了对的人 嘿 辛苦你等我那么久了 临时开会 不会啊 见男朋友下班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大厨出品 有口福啦 能娶到你 一定很幸福 那你要不要娶我 飞飞 我希望我们将来 可以一起幸福的生活 一定可以的 但是做人 已经那么累 加星星的 想要她 在爱里 连真心都不能给 这才真正的 你今天不用陪男朋友吗 见太多了 有时候感觉好智慧 可今天不是他生日吗 没事的 他脾气好 走吧 上呀 上呀 快快快 喂 你最近什么都没空见我了 工作忙啊 我现在还在公司呢 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忙吗 所有重要的日子 你都不在我身边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幼稚的 这不是你上个月的时候 说今天一起过的吗 我们的纪念日 有心的人每天都是纪念日 好了 我先忙了 感情有时候来得快 去得也快 随后是各种矛盾 飞飞 对不起 我不该一时冲动 说了分手 这已经是你第三次说分手了 太容易不顾一身 满事伤 我太渴 明知道你是错的人 明知道 这不是远碎 但是我还没有不顾一身 可能在你这样算笨 可能 永远没有走违永恒 但是我不愿放弃这里面 一点点可能 好久不见 不好意思 借过 喂 刚刚是你前任吗 是啊 怎么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还跟他打招呼呢 这没什么的呀 你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 碰到前任你要假装不认识 然后说两个字 什么 借过 不是吧 吃醋了 这么快啊 我还以为你好久 我知道你在等我呀 那你也不用着急 跑过来小心点吧 这么冷的天 我不忍心 你等我那么久嘛 大小姐 你说二十分钟 我都等你两小时了 外面好冷 那我做完你女朋友 等一下怎么啦 给你带的饭都凉了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你就快一点咯 你难道不心疼我吗 外面这么冷 啊 你怎么送我这个呀 我想了好久呢 马上就到今天日了 待会我给你准备进去了 那 给你的 什么呀 送你的周年礼物啊 怎么 不喜欢吗 哪有男孩子周年 是送这一种礼物的 一点都不用心 我送你礼物 你到底开心一点吧 仪式感就是想你开心啊 好啦好啦 下次不这样就是啦 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 是否看过同样风景 像柔轮沙流彩 于彤 刚让男子老师看着你 快就在谁呀 你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 碰到前面你要假装不认识 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 空气里弥漫着心痛 可我们最后在这错位时空 终身空 林林 帮我测试一下我男朋友 陈默 电影票我已经买好了 不过还要等一个人 谁啊 嗨 菲菲 这是我的好闺蜜 林林 你就是莫哥哥吧 经常听菲菲提起你 多 多多指教 刚那个电影啊 真是太有趣了 对啊 全程无尿点 陈默哥哥 你觉得呢 嗯 挺有趣的 哎 我们去吃好吃的吧 我先上个洗手间 陈默哥哥 你是什么星座的呀 我先上个洗手间 射手 哇 好巧哦 我是白羊 听说射手跟白羊 可是最配的星座哟 飞飞狮子座 跟射手也挺搭的 陈默哥哥 你能帮我擦擦嘴吗 给 哎呀 人家看不到嘛 陈默哥哥 要不要加个微信啊 我 我肚子不舒服 先上个洗手间 你不是去卫生间吗 哦 我知道了 你想测试我 恭喜你啦 通过本宝宝的测试啦 你觉得很好玩吗 陈默 陈默 安全感一定要用测试去获取吗 我不测 又怎么知道你对我一心一意呢 人心有时候是经不起试探的 有些试探甚至是等于失去 怎么会失去呢 获得了安全感 我们才会更长久啊 可是你知道那种滋味吗 被怀疑 被愚弄的感觉 如果你心里没鬼 又怎么会建议被试探呢 算了 我觉得我们恋爱观不同 我需要重新定义一下我们的关系 扎蓝 分手吧 好 你说的 陈默 你会后悔的 你好 我是你的新室友陈默 请多指教 多多指教 马桶圈用完记得掀起来 会长胖 不能多喝 黑色跟白色不能一起洗 刚好我要洗 帮你一起洗吧 渐渐的我们互相影响着彼此的生活 成为了好朋友 甚至很多人误以为我们是情侣 哎呀 小条口又来光顾了 所有我贴的标签的都属于我的 如果他有车有房就好了 我可以考虑跟男在一起 在家穿西装不热吗 因为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因为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我先去上班 嗯 好 亲爱的 你室友走了吗 嗯 走了 宝贝 你有看到我手表吗 这儿呢 陈默 你今天这么早下班 你好 我是百万男朋友阿伟 你好 我有事先回房间了 哎 你看这个 嘘 小声点 我睡不睡觉了 这多不方便啊 要不 你帮助我家住吧 行啊 里面有止痛的 天冷了 要记得穿衣服 记得按时吃饭 饮料要少喝 你烦不烦啊 别碰我 最后他们还是分手了 他还是会想念我 他竟然第一时间想办 对了 你是 谁呀 百万 你怎么来了 啊 我没怎么 我要结婚了 想让你们就喝个喜酒 恭喜你啊 好巧啊 我和陈默也要结婚了 那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一夜中靠近 我喜欢你 你权衡利弊 我也会及时止损 让真正爱我的人 早点上场 早点上场 前段时间认识了一个男生 是我喜欢的类型 所以我 陈默 今晚一起看电影吗 今晚不太行 哦 我先走了 但他好像对我不感冒 你都对他这么久了 他应该不喜欢你的行吧 我就不信追不到他 陈默 我特地为你做的白切鸡 我不喜欢吃 以后别做了 啊 难道我打定错了吗 虽然他对我一直很冷淡 但我还是一直追他 你说 我肯定会知道他的 对吧 明明 我在回家的路上 等会儿回去 可以跟你一起上风哦 我很忙 先不说了 我是不是该放弃了 明明 无能为力 不拖延远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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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桐 你姐姐冰了 赶紧回家一趟吧 什么 我姐姐怎么了 可是明明回来没有人怎么办 陈默 你怎么了 我刚回到家 发现我猫不见了 然后我刚想出去找 我姐姐又住院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怕猫回家又没人 我 我 你要是想回家就回 我刚查了去你家的机票 最近一把他有 我送你去机场 但我建议你再等等 忍不住 忍不住 你得出来 你得出来 尖遠 你得出来 这些东西吧 中午没吃饭 又哭了一下午 肯定没力气了吧 我陪你等咪咪回来 今晚都是恐怖片 她不喜欢 这个傻瓜 不会做饭还逞强 以后别做了 在路上说没空 是因为我知道 与同重不看路 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我希望可以成为她的依靠 有了她 我可以先按理得的 当个缩头乌龟 看着她气定神闲的白平一切 她会用她的实际行动来告诉我 她爱我